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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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想光明正大地走 还希望接受刑罚后能像正常人那样活个三年 所以偷偷地在体内打钉子 每隔三个月打一枚 周紫苏在管理天窗上有一套 但凡中心于天窗且有优异表现者都不会亏待 如果不幸再死 会好好厚葬 并后代死者家属 他虽观幻之家出身 跟镜王还是亲戚 但没有阶级思想 对待下属不以出身 论等级 而以实际论英雄 这一点让不少出身不好的下属实现了逆袭 比如韩英就由孤儿奴隶变成天窗统领 这些人都十分感谢周紫苏 他们只认周紫苏这个首领 但周紫苏脱离天窗前 也要像其他脱离者一样接受刑罚 就属下属们佩服 何况他任首领职 除了对脱离者很外 对留下的人还是好的 对脱离者那是规矩 既然加入了就得服从规矩 所以韩英们尊重他 其中韩英为了他故意隐瞒其行踪 后来还背叛晋王 偷取琉璃甲给他 好让他打开武库取得阴阳册 治疗丁子造成的救急 周紫苏在创立天窗前 还是四季山庄庄主 因师父秦淮璃章过早逝世 十来岁的周紫苏无力领导师伯师叔师弟们维护山庄 加上晋王再三诚意邀请 这才创立了天窗 变身周首领后四季山庄 铜鱼消失了 可山庄旧人们依旧认可山庄 认可庄主 跟着周紫苏进入天窗的救补 哪怕是如毕长风这样死在周紫苏发明 且执行的七窍三丘丁上 也仍然认同山庄和周紫苏 他们的后人亦如此 所以周紫苏被晋王断棚 抓捕入狱后 毕长风等山庄救补后人 不顾个人安危劫狱 还都渴望加入四季山庄 希望已经脱离天窗的周紫苏 重振四季山庄威名 在没救出周紫苏前 老温就替周紫苏做了主 把渴望加入四季山庄的救部之后 都升为弟子 相比之下 老温温克星就没那么幸运了 没那么多忠心耿耿的下属 他虽是鬼谷头子 但鬼谷之人却并没有几个听命于他 哪怕是十分之一都没有 仅喜丧鬼带领的薄秦司任他这个鬼主 其他恶鬼分管的部门则联合毒歇害他 周紫苏虽上头有个晋王 但下属整体上还是听话的 哪怕里头有断棚举这样的野心家 在他眼皮底下也是有贼心 没贼胆 所以倒还能睡睡安稳觉 温克星就不同了 他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 但却没有一个安稳叫醒 他八岁起生活的这个地方 鬼谷是一个阴暗的地方 没有人间人意理智性的逻辑 唯一的逻辑就是弱六强食 因鬼谷中他武功高强 只字也不错 且老鬼主还是他干掉的 之后还先后干掉了原十大恶鬼 所以鬼谷中人都怕他三分 这才让他当了鬼主 然而怕鬼怕 恶鬼们还是想取而代之的 表面的攻进下 哪时哪刻不再寻求机会反攻 所以表面臣服的无常鬼 早在出轨 古前就和独蝎勾搭上了 势力在南方的独蝎 跟势力在西本的天窗一样有名 所不同的是 天窗是只效忠于晋王 而独蝎则是只要给族钱 什么人都可以杀 只要不损害独蝎头子 蝎王义父 照进了利益就行 独蝎虽然厉害 可鬼谷也不弱 加上鬼谷里 各股势力相存 吊死鬼没被魏克勤杀死先 无常鬼除了要防喜丧鬼 还要防吊死鬼 且信任鬼主也不是吃素的 因此不敢轻易忘却 只能先勾搭着独蝎 一切静观其变 随着吊死鬼死去 温克勤驱三千鬼众出国 他本人来到人间活动 正合了无常鬼的意 只要温克勤出了鬼谷 动起手来就方便多了 直到经历了义庄那一节后 温克勤才知道叛徒是无常鬼 他和周子苏在益庄中 中了醉生梦死 还被一群要人围攻 这些本来并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 而是为了防止流离甲被其他人盗走 其丧鬼 厌鬼渐行 薄情思宗旨 掠走负心汉 沐云歌时 沐云歌恰好在 奥莱子面前路过 并求救 奥莱子虽武功不怎么样 但为人却仗义 不顾身上的伤立马追了上去 欲救沐云歌 无常鬼便借机 嫁祸于喜丧鬼 把奥莱子杀死 夺走当阳派 陆太冲给奥莱子的琉璃侠 然后把流离甲藏于 缠绵私匣中 让长手鬼前去 驿庄交给邪王 自己则把奥莱子 尸铁 带到 山白山庄 悬尸 赵氏驿庄是 邪王指定的交接地点 为防止出意外 又是放了迷药 坠生梦死 又是放了一堆药人 这阵势如非高手 只要闯入是必死无疑 他怎么也想不到 在交接流离甲仙 居然有高手闯入 周子苏 温克星的忽然到来 让已经守候在死的 长手鬼也很意外 除了棺材后 才知道温克星也在 面对主人起初是 既害怕又意外 但发现对方中了 追僧梦死后 兴奋得不得了 拼命摇铃铛 驱使要人扑向温克星 若不是周子苏 在被要人控制前 给温克星放了血 或许两人就死在一桩了 就在旧级发奏的周子苏 要被要人吃掉时 温克星清醒过来 怒不可见 长舌鬼 你叛变对付我 也便是还敢对付阿絮 先是解决长舌鬼 然后把要人也全部解决掉 长舌鬼是无常鬼的部下 他的叛变 已经让温克星怀疑 无常鬼 接下来 无常鬼操办的戏院分尸案 也有可疑人员参与 那个弹琴的人 情深很诡异 与当初追杀张成岭的 媚取秦松有相通之处 尽管此时 温克星还不知道 要人是歇王控制的 但却知道 媚取秦松是 独蟹的四大刺客之一 以此判断无常鬼 与独蟹勾打 白无常当了冤死鬼后 无常鬼没有收敛 英雄大会上 只是随便亮个相 把时间都留给赵敬 表现自己对高崇的兄弟亲衣 他不仅想取代温克星 还渴望回到人间 以为以蟹王勾结 帮助对方拿到琉璃甲后 对方就会实现愿望 结果被狠狠地算计了 英雄大会后 蟹王给无常鬼 极色鬼等一众与他合作的鬼众 都失了古术 如此 无常鬼只得完全听命于蟹王 之后随着喜丧鬼 厌鬼被蟹王拿住 波形斯也效命于蟹王 不过具体去办事的 还是厌鬼柳千巧 柳千巧求蟹王 只要放过他主人 他什么都可以做 蟹王答应了 哪怕不当意 喜丧鬼也不会帮着蟹王 做他不想做的事 他虽称温克星是疯子 但其实还是关心温克星的 所以当温克星 从断棚举 丑上救出 周子苏回到鬼谷后 他又想起多年前 常叫温克星的名字 阿行 刘千巧虽为蟹王 做了不少事 但这些事跟温克星 没什么关系 如蟹王是叫他 去做一些损害温克星的事 大概是不会做的 虽说他对温克星 不及他对喜丧鬼 但一直以来 温克星并无恶心 哪怕是后来 为救喜丧鬼 给蟹王卖命 也是人在曹银心在汉 在假死局里 并不知道死的人 非温克星的他 跟温克星 匹马 带小 烧纸钱 假死局后 又回到了鬼谷 知道他中心的温克星 没有罚他 也没有罚喜丧鬼 而是把真正的叛徒 无常鬼 开心鬼等 关在了寒水潭 可惜的是 柳千巧喜丧鬼 最后都死在了 莫怀阳率领的 武林正派手中 阿湘也惨死在 莫怀阳手上 鬼谷里 忠心于 温克星的人都死了 而周子苏这边 除了寒阴死了后 投奔他的四季山庄 旧部之后都活着 周子苏归隐雪山后 应该是跟张成岭 一样重振四季山庄吧 联想起 温克星的悲惨身世 更心疼他了 仲夏熟里 本来忠心的就没几个 最后全死了 还在他 还有周子苏和张成岭 不然估计 都要跟着阿湘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